哇 151 壓在這個7號位的下緣 讓達著這個揮棒路空遭到了三陣 哇 結果這個151外角高的速球 今天古林在標速球 相當輕鬆相當的得心應手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這一球再用速球 哇 攻內角 角度位置都是非常的刁鑽 讓達著揮棒路空遭到了三陣 用速球 哇 讓達著是要揮不揮的情況之下 是揮棒路空遭到了三陣 三打 也吞了4K 哇 第5K 古林今天KKKK 現在已經標出了5張老K 好球敬蕾 這個時候古林勝對上高下雨的第1K 送出也是讓比賽單場的第6K 又是一個三上三下 2號2號 速球繼續來 151 搭著站直不動遭到了三陣 哇 這個進了一點相當的漂亮 外角的壞球回空而這球傳向二壘 傳的稍微偏了一點點 回頭過來 Take 可是沒有辦法來得及的 好 嘴巴打開來 說要來挑戰嗎 現在看到葉君章總教練直接衝了出來 是不是要來問說揮棒之後傳二壘 武手這裡有沒有做出一個妨礙 這個傳球的一個動作 我猜他應該是在詢問這個方向 因為在這個揮擊完之後 江波雲是確實喔 整個人是踩到外面來喔 那這個是 看裁判去怎麼認定喔 因為在以基層來說 基層就是 基層的規定就是 你打者只要踩出來超過你的框框 不論你有沒有擋到 而捕手的傳球 就是 一個確定的一個妨礙喔 那這個看起來是 在主神羅金鴻這邊認定是 他整個傳球的過程喔 其實是對 林承勳來說 沒有什麼阻礙到他 那現在連葉君章總教練 在Switch把台灣開會的時候都走上來 要來跟最資深的蘇建文先生 來抗議一下 這是不是又說到在昨天 一壘這邊也判我這個 比較不利的一個判決 然後現在又說本壘這邊 你又不給我一個比較得力的判決 那剛才有看到 打者江坤宇這邊是有低下頭來散的一個動作 那對於有沒有妨礙手臂 是以主神直觀來認定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場的一個 這一次的一個判決的一個狀況 江坤宇雖說是有踩出打擊框 而且擋在了這個本壘包上空 但在傳球的時候 是沒有跟捕手這邊來進行些許的一個碰觸 只是有沒有真的妨礙到傳球的一個路徑 所以現在場上葉君章總教練是草山力團 那如果是這一個有沒有這個妨礙捕手的傳球 這也讓大家下去來討論一下 那只能上來抗議一下之後呢 葉君章總教練也只能回到休息室 HER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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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